亲情是生命一种隐秘的牵连,每个家庭或许都有一个糟糕的亲人,他庸庸碌碌,时常让人头痛,而这正是普通人的生活。 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,终将学会以温柔看待身边的一切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平淡又温馨的家庭电影《弟弟》。 在东京一余居住着银子一家,丈夫过世后,银子独立打理着她留下的药店。 过去的二十年,她与婆婆和女儿相依为命,日子虽颇多艰辛,却也平淡幸福。 如今,女儿小春即将嫁作人妻,银子高兴之余也不免忧虑,她的弟弟铁郎不务正业,酗酒成性,曾经在丈夫十三周年继承,当众醉酒胡闹。 惹得一众亲朋好友很是不快,银子怒其不争,狠狠训斥了铁郎一顿。 如今,小春婚礼在即,银子考虑了很久,决定和哥哥装瓶一起将消息瞒着铁郎。 出嫁那天,小春穿着婚纱,容光焕发,银子看着女儿满眼不舍。 看着新人一起宣誓,银子不禁想,要是丈夫还在就好了。 恰在这时,银子得知铁郎到了酒店,他从熟人那里得知了小春结婚的消息,满心欢喜前来参加外甥女的婚礼。 银子和大哥纠结许久,才松口让他进去,但千万强调铁郎今天不能饮酒,生怕丈夫十三周年继承的情况再次上演。 铁郎拍着胸脯保证,他坐下时认识他的客人纷纷侧目,一开始他还能控制自己,但在大哥和银子去送客时,酒饮上来的铁郎固态萌发,偷喝了两杯。 等银子回来时就看到他当众嬉闹。 小春被舅舅这一通动作搞得面上无光,婆婆和银子也觉得失了面子,唯有铁郎毫不自觉还像个小孩子一般。 最后,婚礼在磕磕绊绊中收了场。 一通大闹让小春的婆家对他的观感很不好,大哥气得要跟铁郎断绝关系,银子先有怒意,更多的却是无奈。 他将铁郎一手带大,过去也没少为了他赔礼道歉。 眼看铁郎已经到了这个年纪,还无所事事,他不由敲打铁郎是时候找个正经工作。 铁郎一直以来以剧团演员自居,但他的演员梦进展并不顺理,最近只能靠在大阪卖章玉烧为生。 他举着受伤的手向姐姐卖可怜,银子一下就心软了,答应等下帮他找药。 靠着撒泼打滚,铁郎将这件事从银子那里接了过去。 婚礼上的风波很快就传了出去,听到的人多感慨,明明是那么和睦的家庭,原来每一家都有那么一两个怪人。 而铁郎还没回去,今天他拿了钱去外面玩老虎鸡,把钱赌得一干二净后,到了入夜才回来。 他回来时,银子正在为他收拾行李,他挑了几件丈夫留下的旧和服,打算缝补后送给弟弟穿。 铁郎大手一挥说,自己回大阪叫别人缝就行。 银子这才知晓,弟弟在那边找到了相好的人。 他问铁郎对方品行如何,何时结的婚。 铁郎却还是小孩心性,说了几句就转移了话题。 他与那个女子还没到结婚的地步。 银子劝他,既然已经有了一中人,就好好生活。 以后生个孩子,生活也有指望。 铁郎却自暴自弃说,他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幸福。 被他的态度刺伤了银子,抹着眼泪离开。 铁郎大声喊他,也被婆婆骂了一顿。 第二天,他垂头丧气,回到了大阪。 返程的车票前,还是银子出的。 舅舅的糟糕心迹,让小春的婚姻蒙上了阴影。 在一个秋日,他面容消速地回了家。 在婆家的日子,他处处受气。 无论想做什么,丈夫都要他问娘家要钱。 诱惑责怪小春,为什么不再婚前就做好准备。 明明是夫妻,却要用电邮联系。 简直就像和陌生人一般生活。 银子得知女儿的遭遇,也心中苦涩。 心疼女儿的他,就让小春在家中住了下来。 过了几天,他专程去医院找了幼介,想要和他认真谈谈。 幼介觉得自己和小春没有什么共同话题。 银子认为,夫妻始终是两个世界的人,即使时间短,也要坐下来聊聊天。 小春需要的也是这一点聊天的时间。 但幼介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处,他不曾出轨,只是忙于工作。 小春若有不满,可以写下要点,让他逐一回答。 最后这场谈话被忙于工作的幼介打断,银子只能挫败地回了家。 感情不和,离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。 回到家的小春又恢复了曾经的活力,家里的房门出了问题需要重装。 小春也因此和装修工阿亨熟识起来。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,他侃侃而谈,自信的样子很是多人眼球。 今天他送小春从牙科诊所回家,到家的小春发现,家里来了位陌生的客人。 女人是铁郎的前女友,这次找到家中来是因为钱的事。 铁郎和他在一起时,问他借了130万,可如今他已经三个月没有见到过铁郎了。 得知这个数目的银子感到难以置信,但对方很快就拿出了证据,证明确有其事。 铁郎人品不坏,但喜欢酒还爱赌钱,女人借给他的养老钱恐怕就是被赌光的。 他知道各家有各家的不义,也不奢望收回全数,但希望至少能拿回三分之一也好。 而银子只觉得羞愧难当,他取了存折,马上去了银行, 将自己所有的积蓄取了出来,替铁郎补上了窟窿。 拿回血汗前的女人表情还有些恍惚,他哭着告诉银子,自己打算和铁郎分手。 铁郎其实是个好人,但他不想再受伤害了。 而银子在女人走后待坐许久,今天发生的一切他都瞒着小春和婆婆。 弟弟的疯癫行为始终让这个女人大受打击。 小春发现母亲最近有些没精打采,他询问无果也没放在心上,和阿亨一起去江边看了烟花秀。 银子惯了一流在药店打理事务,今天他招待客人时,在门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 对方发现自己被看见后,吓得转头就跑。 等客人走后,铁郎才磨磨蹭蹭进来。 他讨好的和姐姐聊天,说着说那。 银子横眉冷对,不为所动。 他的态度让铁郎明白,前女友已经来过了。 银子拿出借据,准备看他如何解释。 外面风雨大作,冒雨回家的小春恰好帮铁郎解了围。 他连忙将话题转移到了小春身上, 得知小春离婚又痛斥又借的种种心迹。 银子不想再听他狡辩,起身背对他。 小春也听不下去,站了出来指责舅舅。 这半年多的时间里,他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了。 母亲帮舅舅还了130万的债款, 他却一直推卸责任,连句道歉都没有。 那笔钱明明是用来翻新药店的。 银子心里憔悴,只当把钱丢进了海里。 铁郎还口不择言, 说钱女友是个白痴。 银子气得给了他一巴掌。 连他都看得出那个女人对铁郎是尽了心的。 他不想再提钱的事, 也不想再管他。 小春更是让铁郎马上离开。 说实话, 他一直很讨厌铁郎给自己起的名字。 铁郎恼羞成怒, 放言一刀两断。 说姐姐他们天生有福气, 可以堂堂正正做人。 而他这种废柴注定活得惨淡。 那天之后, 银子他们再没有听过铁郎的消息。 随着时间流逝, 大家也渐渐忘记了他。 小春已经完全从上一段婚姻走了出来, 银子觉得也可以开始考虑再婚的事。 谁曾想, 大阪警局在这时发来了消息。 他们受银子委托, 找到了失踪的铁郎。 上次他来时, 身体看起来很不好, 银子担心他得了什么大病, 瞒着家里。 小春不明白, 母亲为何还要担心他。 上次决裂后, 他全当这个舅舅, 已经不在了。 母亲却安抚着他坐了下来, 他告诉小春, 丈夫为何执意让铁郎为他改名。 当时, 其实他也起了一堆很可爱的名字, 可丈夫却说, 由着铁郎吧, 总要让他威风一下的。 他的父母老师从来没有夸赞过他。 铁郎一直都得不到旁人的欣赏, 丈夫找铁郎帮忙改名, 也是希望他多少能感到自己的人生还有价值。 小春没有再反对, 银子坐上了从东京去往大阪的列车, 见到他时, 警察很难想象, 浑像个泼皮无赖的铁郎, 会有如此断装的亲人。 他在街上晕倒, 被人送去医院, 虽然马上做了手术, 但咽喉癌已经扩散, 再加上曾经胡天胡地败坏了身体。 如今铁郎只剩几个月寿命, 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益房里, 他已经决定好了自己主动离开的日子, 也拒绝与前来探望的姐姐相见。 银子干脆直接进去了房间, 他为之前的决裂向铁郎道歉, 希望他能原谅他。 他是很担心他才马不停蹄赶过来的, 铁郎却赌气让姐姐干净回去, 他还为之前借钱闹出的事耿耿于怀, 至于他自己的身体, 他心里有数。 银子无奈只能先去解决铁郎的借债, 有政府补助, 他住院不必花钱, 银子就去找了铁郎原先的房东, 房东遇到这种租霸也很是无奈, 得知有机会拿回房租和养鸟费, 欣喜若狂。 或许是感知到自己已经到了弥留之际, 铁郎总是会和旁人讲起给小春改名的事, 这或许是他这一生唯一值得说起的事了。 光是负责他病情的医生, 就听他说起了三次。 医生安慰他, 事情还有很多可能, 但铁郎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。 他梦到4月7日, 樱花盛开就是他离开的日子。 银子打电话给小春报了讯说要留下, 阿亨刚好来帮他修家电, 得知一切后, 觉得银子实在是很辛苦。 他的朋友新婚叫他一起去庆祝, 阿亨想带小春一起去, 小春却拒绝了, 他觉得像他这种离婚妇人, 却贺新郎很不吉利。 阿亨谴责他这番话很是荒谬, 就算离了婚, 他也还试探。 阿亨从来没介意过小春离了婚, 得知小春离婚时, 他还很高兴自己有机会了。 这番真情剖白, 让小春先见后洗, 他冒着风雪跟上了他。 一夜过去, 铁郎也冷静了下来, 他为昨天发脾气的事向银子道歉, 他是不想拖累银子才赶他走的, 不过后来被院长夫妇骂了一顿后就清醒了。 病成这样的他还挂念着小春, 问姐姐心中有没有能让小春幸福的任选。 银子告诉他, 小春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, 对方是个性格很好的装修师傅, 等他们结婚时还会白酒。 所以铁郎要快点治好病, 出席小春的婚宴。 铁郎高兴地说, 这次他要唱歌。 然后他看着窗外的通天塔唱了起来, 护士进来检查, 发现吊瓶里倒的烧酒, 以为是水的银子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, 他气得没再理他。 小春和阿亨结婚了, 铁郎坚持要留在大阪度过余生。 今年的樱花开池, 直到4月6日才开始凋落, 医院打来了电话, 通知银子时间到了。 银子心中有一种尘埃落定后的苍凉, 在最后一夜, 他陪在铁郎身边。 姐弟俩像小时候一样, 吃了同一碗乌冬面。 银子打电话告诉女儿, 铁郎可能撑不到明早。 得知这一切的小春很迷茫, 他想自己现在去大阪是否赶得上末班车。 阿亨立刻请鹰自己开车去送他。 外面大雨倾盆, 急促的雨点让人心里也紧张起来。 好在有阿亨的陪伴, 小春才不觉得无助。 铁郎请求银子今晚不要离开, 死亡让他很没有安全感。 银子为了安抚他, 将丝带绑在两人手腕。 他问银子,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再婚呢? 姐夫去世后, 银子总会遇到一两个喜欢的人吧。 银子立刻说没有, 铁郎却不依不饶, 他觉得银子是被他拖累的。 他这个无用的弟弟破坏了姐姐的姻缘。 银子说他遇到对的人才不会管他。 这么多年正是因为有铁郎, 他才不觉得寂寞。 听到这番话的铁郎, 轻声说谢谢。 他说完那句原谅我后睡了过去。 最后的时刻是无比痛苦的, 银子寸步不离陪着他。 小春也赶到了医院, 看望舅舅。 还有意识的铁郎强撑着坐了起来。 小春不敢相信, 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, 会是记忆里那个陪自己玩闹的舅舅。 他看着铁郎朝自己摆出熟悉的胜利首饰, 就像很多年前那样, 院长给他们一家人拍了合照。 像是心愿已了, 铁郎停止了呼吸。 他如自己曾梦到的那般, 在4月7日樱花盛开的日子离开了世界。 往后的日子渐渐步入正轨, 小春和阿亨也打算举办婚礼了。 相熟的街坊邻居特意选了代表来送礼。 上次小春嫁到那么远, 大家都很伤心, 现在他能留下且过的幸福简直再好不过。 银子知道弟弟喜欢喝酒, 特意放了一杯红酒在他的照片前。 意外的是, 婆婆居然也问起了铁郎。 他年纪大了, 急不轻视, 不知道铁郎已经离开, 最近他开始同情铁郎了。 个个都当他是外人, 他总是孤零零。 婆婆想让铁郎来参加婚礼, 又疑心太晚。 银子说不晚, 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。 一生放荡的铁郎, 形式总是连累身边的人。 平生唯一能说得出口的成就, 只有受姐夫托住, 为外甥女改名这件事。 由着他吧, 总要让他威风一下。 即使是一个命运悲惨的烂人, 一生中也该得到一朵红花。 每一个外表和睦的家庭, 都有那么几个糟糕的亲戚, 可人们既然都勉强活着, 在未触犯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时, 血浓于水的一切就皆可原谅。 迷流之际的弟弟在房间里养了姐姐喜欢的鸟, 又怕鸟儿不自由用树枝作窝。 这是铁郎对姐姐的爱的寄托, 任何爱都不是恩赐, 任何对爱的回馈也不是收益。 哪怕一个人的一生平庸无比, 但他的生命也拥有值得肯定的闪光, 当我们放下成见, 就能感受万物带来的幸福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,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。